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人格分裂 喜欢我的影片可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哦 人格分裂是一种心理疾病 也被称为分裂性人格障碍 它影响住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以下是有关人格分裂的一些常见观点 多重人格 人格分裂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个体 可能具有两个或更多的独立人格状态 这些状态在语言 行为和记忆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变换不定的情绪和行为 人格分裂可能导致个体情绪不稳定 从一个人格状态到另一个人格状态的转变 伴随着不同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变声和模仿 在人格分裂的情况下 个体可能出现变声 声音和语调可能随着不同的人格状态而改变 此外 他们可能模仿其他人的言行举止 记忆问题 人格分裂可能导致记忆问题 个体可能无法回忆起特定事件或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 幻觉和妄想 人格分裂可能伴随着幻觉和妄想的出现 个体可能听到声音或看到不存在的事物 并且可能有关于自己身份或现实的妄想 社交和功能障碍 人格分裂可能对个体的社交和日常功能造成显著的影响 他们可能遇到人际关系问题 学业或工作能力下降 人格分裂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 需要专业的医疗和心理治疗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可能受到人格分裂的影响 请寻求医疗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支持 只有经过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可以改善症状并提高生活质量 治疗人格分裂通常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需要由专业的医疗团队来进行评估和管理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治疗方法 药物治疗 药物可以用于减轻人格分裂症状 例如控制情绪不稳 幻觉和妄想 具体使用的药物会根据个体的症状和需求进行定制 常用的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物和情绪稳定剂等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治疗人格分裂的关键部分 其中 认知行为疗法 CBT和心理动力学疗法被广泛应用 这些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个体了解和处理内心的冲突和困扰 改善情绪稳定性 提高社交技巧和应对能力 支持性治疗 支持性治疗提供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 帮助个体应对人格分裂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这包括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 提供情感支持和教授应对技巧 教育和家庭治疗 教育个体和他们的家人了解人格分裂 增强他们对疾病的理解和应对能力 家庭治疗可以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促进沟通和支持 社会支持提供社会支持网络 例如支持团体和社区资源 让个体感受到支持和理解 治疗人格分裂需要个体与医疗专业人士密切合作 并遵从医生的建议和治疗计划 每个人格分裂的情况不同 因此治疗方法可能因人而异 重要的是寻求专业帮助 以确保得到适当的治疗和支持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